第871集 禁军阴雀祖星 你可真结实啊 依照穿着圣衣的攻击力 都能将空球凿穿 你脸皮怎么这么好啊 还没有打烂 楚风不解气 亲自动脚光顾他的脸堂 让那魏天生气到胸膛都快炸裂了 可是嘴巴被封住 精神溃散实在喊不出 招架不住 每当他体内发光 调用精神力时 楚风都毫不客气的动用肥毛 给他戳一下 魏天生在大口嗑血时 伴着牙齿脱落 让他几乎气到要昏死过去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七尺大乳 他是谁啊 魏恒之子 史上第九最宠爱的子嗣 自幼被培养 他的目标可不是成圣 而是有朝一日要应召诸天 可是今天他经历什么 这是无比黑暗的一日 哪怕活下去 此生都将有阴影 魏天生 满嘴牙齿 都被楚风踹掉 生人落牙 这种事让人不敢相信 楚风不但没有罢手 反而变本加厉 不时用湛蓝飞毛戳一下他 让他精神力无法凝聚 同时 黑油油的盾牌 被楚风当做大巴掌用 轮动起来 狂抽向魏天生 将他都快抽得没有人模样了 骨断筋舌 身体变形 至此 魏天生要多凄惨有多凄惨 他眼睛喷火 很想发出精神咆哮 结果 他的眉心剧痛 被毛锋刺进去一截 眼前发黑 被盛气的威能绞杀 差点就精神全灭 魏天生 真的难以忍受 尤其是他发现了什么 那金属圣衣 变得晶莹通透了 他已经看到里面的两个少女 不 有一个是少年期的男子 可是 也太嫩了吧 就是这么一个漂亮的 一塌糊涂的小家伙 在折腾他们 魏天生 无法接受 被气到接连喷血 眼睛中怒一眼焚烧 他盯着那少年 这真是以前地球上的那个楚风 他几乎要抓狂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眼神如此的纯净 偏偏在践踏他的尊严 让他痛不欲生 如果是一个老怪物 他认了 如果是一位圣人 他也忍了 但是 被这样一个少年殴打 让他情何以堪 哪怕此人成年也好 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只有十几岁 楚风穿着圣衣 一脚踩下去 不许瞪眼 魏天生眼睛先冒红光 又冒绿光 再冒蓝光 那是由冲血到愤怒 再到癫狂的体现 他彻底拼命了 要点燃一身血精 引爆体内的本源等 跟楚风玉石俱焚 大侄子 这没用啊 楚风野鱼 他穿着圣衣 感知力超凡入圣 自然第一时间就察觉了 直接退后 用天道散镇压 这先天神物落下 高速旋转 撕裂空间 构建出黑洞 将无尽能量都引导进去 让魏天生的能量消失个无影无踪 最为重要的是 天道散镇压下来 将魏天生的下半截身子打得消失 蒸腾起一片血雾 彻底不见了 魏天生被彻底废掉 一身道横都被削个干净 整个人瞬间像是苍老了百年 原本很年轻 可现在白发生根 皱纹浮现 明叔 您老想动手吗 算了 我不想看他 明叔虚弱的声音传来 楚风也不愿意再动手了 放开魏天生 给你说最后一句遗言的机会 我父亲为何会亲手废了你 让你生不如死 魏天生怒吼 他被逼到现在 连话语都不能说 实在是憋屈坏了 欲气田兄 整个人都要炸裂了 魏军兔弹 秘密人性 我早晚煮了他 楚风冷漠说着 魏天生呢 张嘴还想再说什么 楚风直接取出一口暗红色长刀 没给他机会 我说了 只允许你说一句话 其他别多想了 闭嘴吧 然后他手起刀落 这是轮回一刀 将魏天圣斩首 魏天圣闷坏了 临死前这一刻 他都感觉身体在焚烧 那是怒火 那是愤懑之夜 就没有见过这么可恶的敌人 连嘴中发泄的怒吼声 都不让他发出 太混账了 那盾牌 那蓝色飞毛 那轮回一刀都阻止他开口 震散他的精神力 他虽然在挣扎 但是却无用 感觉到一种恐惧 因为他的肉身与精神都在烟灭 被那口刀斩中后 他在走向死亡 行神都在消失 如果修为不失 哪怕被轮回刀斩中 凭他的圣人修为 也不可能这么死掉 可是现在不同了 他被楚风给废掉了 魏天圣 在经历着人生最可怕的事 他感觉自身寸寸溶解 灰飞烟灭 简直让他恐惧的想大叫 他虽然冷酷无情 绝情绝醒 但终究是一个生物 临死关头 惶恐无比 真的不想死 可是他悲哀的发泄 连喊叫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最终 魏天圣灰飞烟灭 彻底消亡 楚风原本还想萃取一些圣血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因为听说过圣人手段太多 有可能会滴血重生 他担心翻船 同时 他也忌惮未恒 怕他们父子间有感应 有朝一日 凭借圣血寻上门来 少女夕叫道 终于死了 然后 这里一阵金属柴音发出 机甲重新化作飞船 弥漫其阵阵光芒 将盾牌 飞毛 天道伞都收了起来 一刹那 一些品质极高的九幽石 也被收进飞船 因为这个地方 是阴雀族圣人的闭关地 九幽石不少 楚风喊道 快走 无比急迫 他感觉到了压力 因为 他们在这里 干了这样一件大事 估计会轰动 宇宙星空 魏恒的儿子被宰掉 两位亚圣惨死 宇文成空 宇阴九雀 已差点被俘杀 这是大新闻 顺西节 他们逃离九幽星 在此过程中 楚风双手迅速雕刻 数十上百块 九幽石发光 符号密密麻麻 不久后 飞船哪怕逃离那颗阴冷的黑色星球 不再被九幽之气压制 也没有阳气溢出了 因为 楚风用高阶九幽石 雕刻出的那些符文石 起到了作用 掩盖飞船内的赤声气机 没有阳气扩散 这样安全多了 赶紧隐身 让船体 折服虚无间前进 有什么大不了 还怕那些鬼圣吗 你是没见过狠人 绝顶圣人魏恒如果出现 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你有这些圣气在手 那也不够看 那对于应照朱天 那都不用去想 意义上 他们是必死 楚风猜测 我估摸着 殷九雀与文成空逃走后 肯定已经通知魏恒 他估计在路上了 甚至说不定 都快感到九雄星了 飞船 数次进行空间跃迁 远离那片星雨 这让少女夕 与楚风都尝出了一口气 不再觉得紧迫 直到这时 楚风才去看冷藏室的明书 他的眼睛有些发酸 那可是堂堂一代上古圣人 到头来 下场却这么的惨 明书 楚风眼睛泛红 险些落泪 跟刚才震杀未天圣时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 明书只剩下一颗头颅 白发燃血 浑烛的老眼很暗淡 简直就是风烛残年 生命之火随时会熄灭 还好 他是圣人 哪怕垂死 也不是其他低层次的进化者 所能比肩的 故此能够承受住飞船上的阳气 我这里虽然有阳间的丹药 不过肯定不适用于你们身上 少女吸摇头 他知道 真给明书服食那种大药 估计会直接点燃这个可怜老头的头颅 不但救不了 还得加速送走他的性命 明书 没事的 我一定会救治好你 好孩子 看到你能走到这一步 我很高兴 明书开口 浑浊的老眼中 有欣慰 有怅然 也有希望 他看到楚风朝气蓬勃这么年轻 居然就屠胜了 不管是否借助外物 但终究是取得了那种 震动宇宙的战绩 明书意识到 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他或许将与当年那群老友一样 该从这个世间消失了 老友们 我要与你们团聚了 我们地下聚首 再去争战 我们的争容岁月 我们叱咤风云的年代 我与你们同在 楚风听到他这种话 多日时感觉不妙 明书 你要振作 妖妖说了 他要你看着他 覆灭西林族 但手劈开天神星 镇压那些映照 出天级的对头 他觉得 这个老人 如今或许最放不下的 就是妖妖了 已经没有别的念想 必须得让他 振作起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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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